阴间神探剧 刚刚心情的那帮人已经被控制起来了 回首的男人说我们杀了他弟弟 我过去问他叫什么名字 问了几遍他都不搭理我 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们 看来他对势力派来的专家很有成见呢 我说我们和那批人不一样 希望你能和我们配合 才能为你弟弟戏托冤屈 那人吼道 少子姓秦的那老头也这样说的 结果我弟弟就被枪毙了 说完他嚎啕大哭起来 他的情绪已经崩溃 我用温和的语气又问了一遍 他才交代 原来他就是吴老三 吴某的秦哥哥 他在城里一家工厂上班 昨天看见警局欢迎市里的专家 他气愤得不行 于是晚上跑到酒店附近 把我们的车给砸了 没想到今天我们刺头罗网 于是就有了刚刚的一幕 袭警这事可轻可重 轻则拘留 重则判刑 严格来说 吴老三持谢袭警 能被判五年以上 黄小桃却网开一面 说 谢大人放了 把吴老三带回去拘留五天 再过六天就是除夕 黄小桃只拘他五天 让他回来能和家人团聚 可以说是相当的有人情味了 但吴老三是个莽夫 非但不领情 被押上车的时候 还耿着脖子喊道 臭条子打算整治我 我要是回不来 你们一定要给我报仇啊 黄小桃冷笑说 狗咬吕洞宾 不失好人心 风局长 战战兢兢地看着我们 那可怜巴巴的眼神 好像在等候发露 我觉得这桩冤家错案 责任不在他 但他不该对我们隐瞒的 便说 风局长 你就将功补过吧 年前如果能把这案子破了 这件事情 我们就不追求了 风局长连连点头 行行行 我一切听你们的 保证权力配合侦破 鬼警的故事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 大第一警命案发生的时候 村里就在传这个 我问他 那你相信是鬼杀的人吗 他只摇头 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不信那个 肯定是人干的 黄小桃好奇 问我什么鬼警 我挥了昏手 说 车上说吧 上车之后 我把村民告诉我的 民间传说 复述了一遍 黄小桃笑道 女鬼杀人 有点叶子 我一阵咋舌 你该不会相信这个吧 相信你那句话 鬼是不会杀人的 命案都是人做的 看来警察对女鬼杀人 都是不相信的 凶手制造这种假象 是不可能扰乱破案的 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一种可能是 凶手文化程度不高 他自己信这个 第二种是 无意中弄出这种巧合 被村民穿凿附会 我下午想出去调查一下 不知道黄小桃有没有时间 就问他 随时案有进展了吗 还在化验呢 晚上应该会出结果吧 那下午出去逛逛 做一点小调查 把冰心也带上 怕黄小桃 对这种安排有意见 我是担心地问 你没意见吧 黄小桃点点头 丢下他一个 我不放心 带上吧 孙冰心听说 下午要去走访 很高兴 下午我们来到街上 我向那些卖东西的小商贩 打听鬼警的故事 结果发现 本地人基本上都知道 外地人不知道 又去了一趟新华书店 发现当地出版的一本 民间故事集里 有这个故事的完全版 孙冰心问 宋阳哥哥 为什么要打听这些啊 鬼又不可能杀人 我微微一笑 你猜猜看 他拖着下巴说 你是想故意 释放烟雾袋 麻痹凶手 黄小桃说 孙大小姐 你想多了 宋阳是想看看 这个故事的传播范围 也就锁定了 嫌疑人的范围 我点点头 没错 这故事算不上 家喻户晓 只有本镇人才知道 说明凶手就在这里 孙冰心叹息说 一桩碎尸案 外加一桩连环杀人案 我们能赶上过年吗 黄小桃说 除夕夜 听着全程的鞭炮声 在警车里吃泡面 也别有一番风味啊 想体验一下吗 孙冰心吐了吐舌头 我才不想体验呢 我们路过一家裁缝铺 看见店里挂着一件红裙子 我定定站着看 黄小桃也注意到了 需要进去看看吗 我点头 我们来到这家裁缝铺 女店主正低头 在缝纫机上忙活 头也不抬 问我们做什么衣服 不用眼神示意黄小桃 别亮正见 便问他 能做羽绒服吗 自己穿吗 女店主问着 是的 女店主起身 去拿卷尺 这时候我注意到 她脸有些古怪 半边脸特别僵硬 眼皮有些歪 注意到我的事情 女店主羞涩地低下头 过来给我量尺寸 黄小桃好奇地问道 大姐 你是不是以前整过容啊 女店主不吭声 黄小桃故意就套起近乎了 我也整过容 当时落下后遗症 可把我害惨了 花了不少件才治好的 现在身体里还有一些残留物 经常过敏 女店主立马被吸引注意力了 在哪里治好的呀 黄小桃随口报了一家医院的名字 问他 你是不是也有整形后遗症啊 女店主苦着脸说 是啊 当时挑的医院不好 受了不少苦的 有一段时间根本不能出门见人 过了这么多年才渐渐好转一点 这时候一个男人从屋里出来说 请跟谁说话呢 女店主回答 来做衣服的客人 那男的好像是他老公 长相普通 身体强壮 上下打量我们说 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呢 来这里干嘛呀 我说 走亲戚 男的点点头 真的最近呢 不怎么太平 你们要小心一点 我问怎么称呼 男的递了一张名片 他叫张强 他亲子叫李琴 我只墙上红裙子就说 这个季节 谁订这样的衣服呀 张强说 啊 这衣服啊 一直卖不出去 就是挂那儿等招牌的 黄小桃故意拉了拉我的手 亲爱的 我挺喜欢这套裙子的 能给我买下来吗 我问了一下价钱 买下那个裙子 离开裁缝铺 孙冰心就问道 小桃姐姐 你整过容啊 黄小桃怂怂肩 且天生丽质 整什么容啊 刚才是为套话 他那样说的 孙冰心惊讶地说 那你们是在怀疑 这家裁缝铺 黄小桃毁的 当刑警的见谁都怀疑 我们回到局里 小周已经划引出骨髓中的一些微量成分了 黄小桃和孙冰心过去忙活了 我让沈警官把那几起命案的卷宗 包过来给我看看 我发现 四起命案受害者都是年轻漂亮的女性 用来毁容的 是加热到几百度的普通食用油 气湿的时候 身上都穿了一条红裙子 手脚有捆绑痕迹 除了第三级命案之外 受害者都没有被性侵过 而卷宗里还有一张照片 是第一名死者身上的红裙子 竟然和刚才裁缝铺买到的那条 是一模一样的 购买阴间审谈VIP版本 每天至少5集更新 尽快完结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感谢观看